原标题,出发状况 一架战机在海南坠毁,两名飞行员不幸遇难,据多家媒体以及网站报道, 当地时间12日上午,海军航空兵一架战机在海南坠毁,两名飞行员不幸遇难,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明确。 据悉,此次事件发生在海南盛乐东线,当时该架战机正处于飞行训练状态。 根据当地居民所拍摄的视频来看,该架战机在落地过程中,碰撞到了一座水塔, 随后,战机里竟然起大火,但是并未看到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, 而在水塔的旁边则是一所学校,但是此次事件除两名飞行员遇难以外,并未出现人员伤亡。 战机在坠毁后引发大量人员围观,期间,战机曾多次发出爆炸声,引发现场阵阵恐慌。 慌乱之中,不断有人呼喊,不要靠近,至于两名飞行员为何没有跳伞逃生? 不少人纷纷猜测,可能是由于当时战机下方属于居民区, 如不飞行员跳伞逃生,可能将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。 为此,两名飞行员错过了最佳跳伞时机,在战机落地的最后一刻,也没有离开驾驶舱。 当前还不清楚该架战机究竟何是何种型号,考虑到是海军航空兵方面, 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歼15舰载机,改革舰载机的原型,也就是苏三十三战斗机, 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,在未来将会是航母主力舰载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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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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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